在家里阴暗潮湿的角落 在花坛的杂草丛中 在森林地皮的岩石下 我们常常能够见到它们的身影 西瓜虫 球潮虫 卷甲虫 不同的名字 同一个小精灵 虽然许多教法里面 都有一个虫子 但事实上 它们并不属于昆虫 它们属于节肢动物们 软甲缸 而昆虫 则属于昆虫缸 比起昆虫 与卷甲虫 有着更近亲缘关系的 其实是我们常见的小龙虾 蝎子等等 人们通常会把属腹 与卷甲虫混为一摊 认为卷甲虫是属腹的一种 但其实 它们分别隶属于属腹科 和卷甲虫科 是不同的物种 在遇到危险时 属腹会快速逃离现场 而卷甲虫 则会快速地卷成球状 卷甲虫是一种雌雄一体的生物 雄性个体 比雌性个体颜色较深 背部没有淡黄色条纹 尾部负面 有刺状生殖秃 说到它们的性别 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人类是由X Y 性染色体控制性别的 女性为XX 男性为XY 而卷甲虫不同 它们的性别 是由W Z 性染色体控制的 雌性为WZ 雄性为ZZ 但一种名叫沃尔巴克尸体的细菌 改变了这一规则 这种细菌 寄生在卷甲虫中 并且 被感染的雄性胚胎 在发育过程中 会被沃尔巴克尸体 阻碍雄性激素的分泌 从而变成 变性的雌性个体 这种细菌 由母系传播 也就是妈妈 会感染生下来的宝宝 所以被感染的母体 生下来的宝宝 大多是雌性 这样一来 这个族群中的 正常WZ雌性个体 就数量逐年下降 最后消失 完全由细菌控制性别 卷甲虫 一般以落叶 苔藓 第一 树皮等腐败的 有机物碎屑为食 但有时候 也会吃一些植物的嫩叶 它们怕光 喜欢潮湿阴暗的环境 如果 你想饲养它们 可以拿入 仪式性饭盒 铺上一些腐质制 或者苔藓 作为电材 然后喷洒一些水 保持湿润即可 有些人会说 卷甲虫是害虫 因为它会啃食植物 但其实 害虫或是异虫 都是以人类自身利益来衡量的 任何生物 都是生态链中 不可缺少的一环 卷甲虫 作为重要的分解者 在促进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动上 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 你想和我们一起 探寻 城市的精灵 寻觅丛林的故事 那就关注点赞和收藏吧 这里是 TIC 密件丛林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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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